为作为长城旗下的豪华品牌 自上市以来就给国人留下了高富帅的好印象 至少从外观上看来绝对是豪车级的 特别是年轻人的吸引力那是相当的大 这部一位浙江的年轻小伙就没有顶住他的诱惑 提了一款2017款的VV7豪华版 全部版完花了18万多块 有人觉得不值 因为这个价马CRV或者是IAV4都够了 不过这位小伙子却一点都不后悔 声称这年头就是要看面子比排场的时代 所以买它绝对不会亏 的确VV7外形很有气势 车身又宽又低 造型很有质感 线条设计也是有自己的特色 不认识车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辆几十上百万的豪车 在内饰方面 VV7的确不愧于它高端SUV的大名 大面积的真皮包裹非常的漂亮 和外形一样依旧很有质感 整体的搭配和布局也不落俗套 简单大气 同时VV7还配备了Commute Control空调系统 Infantasy高保真环绕音响 感应式的电动后背门等多种高端品板 才会有的豪华配置 真的是奢华 包括钢琴烤漆面的挡杆区域 也显得很有档次 在动力上 这款车搭载的是长城汽车的 自己研制的2.0T发动机 数据表现还是不错的 最大马率可以达到234匹马力 加进近三米长的轴距 也难怪这个小伙子不停的炫耀 不过在跑完100公里晒油耗时 小伙子感觉有点伤 平均下来 100公里油耗差不多13个了 不过壮年一想 毕竟这车的自重都快两吨了 油耗大点也是正常的 对于这款车你是怎么看呢